它的一個稍微隆起的地方 其實海邊就會有這種地形 那這種隆起的地方可能相對就會比較避風 當然比較避風是背海的那一面 所以你看這林子已經建立起來了 我們這邊就有那個剛剛 蔡老師後面練的那幾種物種 像這個島榮有沒有 這個屬於榮南林帶的這個榮屬的 能果榮 在我們上方這些大顆的 你看起來這個這邊主 目前的主力就是能果榮為主 然後加膜在後方那一顆 它已經慢慢的在 就是小樹開始長起來了 就在這邊加膜在這裡有沒有 這一顆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種類的 比較更小的 那在這後面有一顆這個 這一顆 讓一下 這個是麵包樹 麵包樹 你看它自己長在這裡 為什麼?因為剛剛在車場跟大家講 東部很多噪林有沒有 結果它就傳播到這邊來了 再來一個是春不老 這應該是附近 有一些做綠化的 工程單位他們做綠化 所以可能有種綠梨 或者是那個做景觀 種子就傳到裡面來 因為這個鳥類很 很喜歡吃的 所以就鳥傳進來 這其實也是被我們目前列為 外來入侵種的物種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也是耐陰的 所以呢它的狀況會跟 我們 今天在 那個 新城那邊看到那個叫什麼 陰香會有點關係 有點相似 但是這個春不老我們不要不擔心 因為陰香的繁殖力很強 那春不老目前看起來就是很零星在入侵而已 所以就 目前可以不用太 太緊張這樣子 好 除此之外還有一棵是 就是台灣破樹 在我的後方 這裡 這棵黑黑 樹幹黑黑 這棵是台灣破樹 它的胸徑呢 大概差不多 兩公分左右而已 兩公分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它就是更晚再進來的 它比這個薑膜還要小 對不對 它能果榮是最大的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 掩梯序列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可能在過去的 整個 植被移除過程裡面 大概就是什麼 血童啊 然後什麼 就是 野童或者是 垢樹這些就先進來 後面呢 榮屬植物就開始進來 像這個 能果榮 能果榮進來之後 把這個比較好環境建立起來之後 很多樹種就跟著進來了 包含像薑膜 或者是這個 其他外來的 或者是這個 石破 這些就跟著進來 那這就是一個 海岸邊森林的掩替 但是我們看一下 它雖然這邊很靠近海邊的 已經很靠近海水 可是其實它整個物種的組成 跟我們在比較內陸那邊看到的事都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大概是 東部的這邊的 限定調查可以跟我們講啦 東部的深圳受海水影響的這個 海濱線 我們這個叫海濱線 它其實是很窄的 然後再過來就是 它是內陸質群的 那我有這樣的認知之後 大概就可以去抓說 哪裡要做什麼樣的質群富裕這樣子 比如說在海濱區你要怎麼去操作 在這個內陸區你要怎麼操作這樣子 好 那這以上大概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最後這個 觀察的 狀況這樣子 那我們看看 蔡老師有沒有要補充 或者是 我們 會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疑問 跟進講 好